河川巡守队志工们分别在暖暖溪左岸和右岸 检石垃圾以及废弃物 装带后由环保局清洁队车辆运走 由于基东部分地区连日缺水 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 基东市环保局特地发起进溪活动 号召全市河川巡守队志工们一起到暖暖溪岸 进行进溪活动 清除垃圾废弃物 维护干净的水质和周边环境 让暖暖更美丽 借由大家的力量来保护维护我们河川的一个环境 跟生态的环境 那让我们整体的环境保持干净 那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永续 那在这个部分需要靠大家的努力 也需要就是说不惯政府单位 民间单位共同结合 一起努力来完成这个环境的一个整理的工作 这项活动也获得暖暖区议员们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前面就有一个200初头年的胖脯间 我想这个西市水库是我们暖暖一直很骄傲的地方 那特别是今天来这么多的环保伙伴能够来这里 这个一起来帮我们整理 那个清洁一起清洁我们的暖暖溪 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那我想我们爱护我们环境的生态的好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了我们的环境 都希望你们 那特别是在我们看到暖暖溪这里 那个溪底也已经干枯了 在这个干枯水期 恩典在这里呼吁大家好朋友 我们真的要节用水 共体时间 我们让我们的水资源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民众 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最好的品质 悠悠在这个很漂亮的这个 从双生土地公庙那一路到这个暖心公园 这个整个狼带 其实很适合大家 这个不管是早起运动 还是说下午 那个下班之后的休闲的活动 都很适合在这一段 那希望说可以再把这个环境 把它变得更好 那大家一起来守护 那最重要其实大家民众关心的 还是说最近 是因为看到溪流 我们就想到说 现在目前可能有缺水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说 希望说赶快可以赶紧下雨 那不然我们现在目前 其实我们的水库也已经达到 可能已经有别的区域 已经在进行停水 那我们暖夜区的部分 可能如果再不下雨 真的也准备要开始 就是限时的这个停水了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赶紧下雨 那让这个供水恢复正常 那我们不要影响到 我们的民生用水 那我们这个民生的环境 我们会一起来努力来守护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 来举办这个近期的活动 环保局和议员们都非常感谢 河川选手队志工们 无私的付出 跨区来帮忙清静暖暖溪 维护水质以及河川生态和环境 我爱满满溪 满满最美的地上 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important 特别厌 对 总和杨 当然 小费 快小费